Hello,Budgeto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就是G十峰會集拜會 未舉行的,未舉行,今日舉行,今日舉行 李顯龍新加坡的總理 就在東盟講了一點點 就在聯合早報發表了 就是13號報出來的 就是說中美互不信任後果是可能非常嚴重 那看看新加坡總理說什麼 他在11月11日說中美之間的深度戰略不信任 有可能螺旋式螺旋掌這樣向上升 一個潛在的言點是南中國海 因此東盟應該繼續堅持維護航行與飛行的自由 堅持爭端應該按照國際法 尤其是聯合國海洋公約法 和平解決 其實隱喻有幾樣東西 不過待會再分析吧 中美之間深度戰略不信任 是會隨時升級的 現在廣泛的科技已經出現了分歧 供應鏈分裂已經是完全可能出現 李顯龍更加說 當前中美極有可能從最壞的角度去解讀 彼此的行動和意識 因為這個G20大家可能不是說有什麼共識 是說自己可以最大接受的紅線底線 因為重要是一個中立國家 完全是充斥著冷戰思維 這將是帶來雙方或者這個區域或者世界帶來嚴重後果 其中一個潛在的言點就是南中國海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席第四十一屆東盟峰會上發言時 因此強調 東盟應該加強努力架構穩定有建設性的區域架構 即是不要理其他 我們自己設立了一個組織出來 東盟能否維持作用和信譽取決於成員保持團結 以及維護這個東盟核心地位的政治意識形態 成員之間應該合作 避免在這個區域上分裂 李顯龍更加爽 世界目睹地緣政治緊張和大國對抗加劇 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穆克蘭明顯違反了國際法 直接打擊聯合國憲章的核心精神 無視對所有國家都有關的重要主權 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的原則 造成很多人不幸的犧牲 他正確說 我們應該敦促參戰速戰各方和大國 找到快速和平的解決方法 出之有個人說 大家要按停他 竟然是新加坡的李顯龍總理 全球廣泛科技分歧和供應鏈分裂 已經很可能出現了 對世界而言 更長期和更大的問題是 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 他繼續說 中美之間的深度戰爭不信任 螺旋式出現之後 就會按照現在這樣的趨勢 即使不機道說的態勢發展下去 兩國可能對彼此的行為意識形態做最壞的解讀 給了雙方帶來最嚴重的後果 南中國海就肯定是嚴重的了 所以東盟一定要堅持維護自己的航行權 自由飛行權 還有堅持要用國際法 尤其是聯合國海洋公約法 去和平解決東盟致力的和中國磋商的南中國海行為守則 以盡量減低意外事態升級和效率 去更加說 東盟的成員不想要靠標站 而要是所有各式各樣相重疊的夥伴圈 並且確保所有各方都基於東盟自身的優勢利益 作出這樣的情況 東盟也需要向外部夥伴保持開放和包容 所以東盟印太展望 代表著東盟共同的願景 即是我們的夥伴應以有助本區 增加穩定的方式去和東盟接觸 好了 繼東盟之後 東亞峰會又會再在金邊舉行之後 拜登又會和李克強會見面 接著又會有G20 大家一定要清楚 整個印太的格局 南中國海的格局 台海的格局 東海的格局 大家就看看大家 如何去玩這個遊戲 最後結果如何 就預測2023年的態勢了 多謝各位 喜歡不羈道的 繼續點贊和支持 訂閱訂閱 多謝多謝